嘿,大家好,今天是9月8日,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今天是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生日。 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物里有皇帝、音乐家、政治家、甚至还有一两位喜剧演员。 这些出生在这一天的人物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世界上留下了印记。 所以,让我们戴上思考帽,或者生日帽也行。 一起深入了解这些9月8日出生的非凡人物的生活吧。 我们的旅程从八世纪的中国开始。 这一天,唐玄宗诞生了。 唐玄宗生于公元685年,在位44年,开创了唐朝的黄金时代。 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文化和经济无比繁荣的时代。 中国是艺术、文学和创新的灯塔。 他是一位艺术的赞助人,热爱音乐,是一位英明的统治者,为他的帝国带来了稳定和进步。 但就像所有人的故事一样,玄宗的统治并非没有阴影。 他面临着叛乱、政治阴谋,甚至还有一段催生了无数诗歌和戏剧的悲剧爱情故事。 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玄宗作为一位英明君主和中国历史上辉煌时代的象征,他的遗产依然完好无损。 快进到公元1157年,在中世纪欧洲的中心地带,我们遇到了理查一世,也就是更为人所知的诗心王理查。 理查出生于一个权力和特权的家庭。 他是一位典型的战士国王,他以勇气、军事才能和一头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色长发而闻名,因此得名诗心王。 理查的一生充满了战斗、十字军东征和政治斗争。 他的大部分统治时间都在为保卫他在法国的领土而战,并领导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收复耶路撒冷。 虽然他的军事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理查的勇敢和战略才华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十字军东征的战场,我们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不同的战斗,文字和想象力的战斗。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1474年出生的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 阿里奥斯托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和讲故事的大师,他为我们留下了意大利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疯狂的罗兰。 这部史诗以歧视精神、浪漫爱情和魔法为主题,捕捉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影响了无数作家和艺术家。 想象一下,一个到处都是游侠骑士、落难少女、神话生物,以及史诗般的爱情和荣耀追求的世界。 阿里奥斯托的作品提醒我们,故事的力量、神话和传说的持久魅力,以及人类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前往十九世纪的波西米亚,那里充满了音乐的声音。 这里是安东尼·德沃夏克的世界,他出生于1841年,是一位至今仍感动和激励着我们的作曲家。 德沃夏克的音乐深深植根于他的家乡波西米亚的民间传统,但也融入了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风格。 从他气势帮波的交响乐,到Poynant的室内乐,德沃夏克的作品以其丰富的旋律,充满活力的节奏和情感深度为特色。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他那首受其在美国期间启发而创作的新世界交响曲的优美旋律,或者是他那首斯拉夫舞曲的《Haunting》之美。 德沃夏克的音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用人类情感的通用语言与我们对话。 我们的旅程接下来将前往19世纪的亚洲,在那里我们会遇到1846年出生的哲打爵士。 哲打是一位商人、慈善家,也是香港从一个小贸易港,发展成为繁华大都市的关键人物。 哲打年轻时来到香港,很快就进入了商界,涉足银行、房地产和公用事业。 但是,他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看到了香港的潜力,并毕生致力于香港的成长和繁荣。 想象一下香港天际线的变迁,繁忙的海港,爬上山坡的电车,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到处都有哲打的印记。 哲打的故事证明了创业的力量,以及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命运所能产生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音乐的世界。 1897年,吉米·罗杰斯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梅里迪安,他后来被称为乡村音乐之父。 罗杰斯的音乐融合了蓝调、福音和民谣,反映了美国南方多元化的音乐景观。 罗杰斯以其标志性的约德尔唱法和华音吉他演奏,演唱着日常生活、爱情与失落、苦难与希望。 想象一下,一个孤独的声音伴随着一把简单的吉他,唱着劳动人民、流浪者和梦想家的故事。 罗杰斯的音乐引起了全美各地听众的共鸣,捕捉到了一个正在应对大萧条的国家的精神。 他为一代又一代的乡村音乐艺术家铺平了道路,影响了从汉克·威廉姆斯到约翰尼卡什的所有人。 1941年,伯尼·桑德斯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他后来成为了一位为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而大声疾呼的人。 桑德斯的政治生涯的特点是,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进步价值观,倡导全民医疗保健,负担得起的教育和能够维持生计的工资。 作为一名市长,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桑德斯一直在挑战现状,敦促我们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 想象一下,一位政治家敢于向权力说出真相,为工人阶级的需求而奋斗,并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参与政治进程。 这就是伯尼·桑德斯。 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不可否认的是,桑德斯引发了一场关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全国性讨论。 现在让我们绕道进入喜剧世界。 1925年,彼得·塞勒斯出生了。 他是一位善于伪装和把握喜剧节奏的大师。 塞勒斯是一位喜剧变色龙。 他所扮演的角色从粉红豹中笨手笨脚的克鲁索探长到宝贝儿中孩子气的Chance the Gardener, 不等,凭借其无可调剔的节奏感,天赋的口音,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幽默的能力, 塞勒斯让观众捧腹大笑。 想象一下,克鲁索探长在一个犯罪现场跌跌撞撞的滑稽场面, 或者Chance the Gardener误解周围世界的poignant天真。 塞勒斯的天赋在于他能够让我们开怀大笑, 同时也揭示出一些关于人性的深刻道理。 现在,让我们把音量调大, 庆祝一位无需介绍的流行偶像的生日,粉红佳人。 粉红佳人原名埃利西亚·贝斯·摩尔, 1979年出生, 他以其强大的嗓音、叛逆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个性闯入了音乐界, 从他早期的流行歌曲到后来充满反思的民谣。 粉红佳人的音乐一直是关于富裕力量, 关于拥抱真实的自我,关于永不退缩。 他是年轻人的榜样,是LGBTQ+,权利的倡导者, 也是一位不断挑战界限和颠覆期望的艺术家。 想象一下,粉红佳人演唱会的Electrifying能量, 杂技表演,原始的情感, 以及他音乐中传递的自我爱和包容的信息。 粉红佳人教会我们要对自己感到自在, 要为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而奋斗, 并且永远不要害怕做自己。 我们的最后一战是电子舞曲的世界。 艾维奇原名蒂姆贝里林, 1989年出生, 是一位瑞典DJ和音乐制作人。 他以其infectious的节奏和uplifting的世界。